場上飆風競速 台灣的滑輪溜冰 在杭州亞運又一次扮演獎牌庫 女子一千公尺爭先賽 台灣女將真的厲害 李孟竹和劉一生 都一路飆進決賽 尤其是去年市井賽的金牌 李孟竹 面對韓國 印度 香港 和伊朗的競爭 完全沒在怕 全力衝刺 最終是以1分38秒518的成績 順利的衝出金牌 李孟竹在上一屆的 雅加達亞運二十公里摘金之後 這一次在杭州用一千公尺登頂 連是兩屆亞運都搶下了金牌 至於頸椎賽後的 華倫美少女劉一軒 也堅持到最後一刻 滑出1分38秒712收下銀牌 台灣女將金包銀 大大振奮中華隊的士氣 連續著好感覺 後續登場的男子一千公尺 爭先賽就看趙祖正 和黃玉玲的表現 上屆亞運奪金的趙祖正 被視為奪牌大熱門 不過南韓選手崔光浩和鄭哲源 也很強勢 趙祖正一路緊追 可惜最終直線還是沒能超越 最終是以1分29秒527收下銅牌 至於黃玉玲 原本排名第四 但最後因為被抓推人犯規 在官網顯示為失格 沉積遭到抹消 不過華倫溜兵在杭州亞運 表現還是很搶眼 目前為止已經為中華隊 貢獻兩金兩銀一同 一共五面獎牌 華日新聞劉俊南 正要防報導 哈囉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